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41度 好热呀 这是我们新冠阳性之后第一次出门 外出拍视频 杨康以后第一次出门外出拍视频 还有点小咳嗽 戴上口罩就好了 我们现在到球场门口了 这个球场的名字叫日产球场 就是泥桑球场 不用去闻吧 没有闻子 这里现场的氛围比我们看拜仁和曼城的时候那些比赛的氛围还要热烈一点 横冰随手是日本接联赛最早的十支球队之一 而且他也是一个从来没有在日本降级 没有踢过二级联赛 这样的球队有只有两只 一只是横冰随手还有就是鹿倒鹿角 横冰还是去年的冠军 也就是未免冠军 他们一共拿了五次冠军 应该在日本所有球队里面排第二 唯一比他们多的也是鹿倒鹿角 拿了八次 鹿倒鹿角拿了八次冠军 第二就是横冰随手拿了五次冠军 横冰随手应该在日本算是一个豪门球队 我们现在就在球场外面逛一逛 待会就进场去 这个闪是可以提供给你自由拿取的 你要用就拿来用 用完以后还到这种桶里就可以了 这就是他的晚餐 Takoyaki 里面有章鱼吗 有 这 周末的比赛日就好像一个大型的马车里 球迷的马车里 大家都在这吃东西喝啤酒 好多餐车 我们现在在球场门口准备进去了 我们这次是抽签抽中的票 是接连赛在网上公开抽签 可以抽到很多比赛的票 因为中签了 所以我们今天羊康之后就千里迢迢的过来看这场比赛 中签以后是可以选位置的 我们选了一个就是横冰的主场球迷做的区域 现在我们就可以进场和横冰的球迷们坐在一起 看看接连赛有多火爆 我们解完票进场了 然后一人发了一个手环和一个这个是什么宣传册吧 就是all and arigato之类的吧 这里会写 这是第24轮横冰队东京 走吧我们去找我们的座位 他们这个进球场没有安检的 就我们的包里拿了什么东西 没有人管 然后给了个手环 其他什么都没有 安全措施搞的还是比我们中国要差了 不是一两个档次 只不过他们做新干线都没有安检 地铁也没有 地铁也没有 球场广场上有很多吃的 然后进来还可以买很多吃的 这是中场休息的时候 也可以来买点啤酒喝 买点零食吃 先把晚餐买了 你要吃冰吗 我要 谢谢 还有块肉的 我现在就把它吃了 500日元是26人民币 就中规中矩的味道 看你吃的好香呀 好多人手里都拿了这个 旗子这个毛巾 我们是横冰 这里又是卖东西的 排队 还有阿卡的香菇 排队就可以签吗 吃的 吃的 就会吃的 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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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面 吃的 吃的 这是一个像神社许愿一样的一个铃铛 可以保佑他们的球队获胜 我们的声音和我们的拍掌让我们在组场三连胜 我们也可以拿个旗子吗 一个就够了呀我们两个人 我们去拿了一个旗子 那待会你要用力的卖力的挥舞 就是分泌水手的吉祥物一个小鸭子 它还可以拿去日本的书房 还有玉手 在那儿 无从那儿 嗯 我们第一次坐到这么靠近主场球迷的地方 幸亏我们来了个旗子 什么都看不见 全被挡住了 好野兜啊 好呀 好something呀 好 没有 öyle lact gefähr kes ill要 得好 看 跟 K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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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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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